今早九点半,北海西南路一家打津工厂被三名劫匪盯上 劫匪共乘一辆红色国产车,跟踪工厂的两名东主并埋伏在工厂外 就在东主携带两代总共十公斤,市值两百万令吉的黄金上车 准备开车南下吉隆坡之际 其中两名蒙面印尼匪徒伺机而动,手持刀和斧头行结 坐在驾驶位的东主遭到劫匪强拉,跌坐在地,导致手部受伤 期间匪徒还高举斧头,似乎要砍伤对方 而匪徒的同伙则抢走另一名东主手中的黄金 在拉扯的过程中,工厂的保安人员开了至少三枪 但没有击中任何人 匪徒得逞后,迅速坐上轿车逃之夭夭 但在逃走时,撞上了一辆迎面而来的萝莉,导致大惊破裂 不过他们还是成功逃离 警方接获投报后,已经封锁了事发现场 见证组也同时展开调查工作 NTP7综合报道